基本上所有的电脑都会安装Office,有正版也有盗版。 不少人觉得盗版和正版使用起来没什么区别,正版又有一些小贵,所以使用正版的意愿并不强。 随着微软推出Office 365订阅计划,正版和盗版的体验有了无法弥补的区别。 各种最新的功能只会在Office 365订阅平台上发布,比如PPT上可以媲美Knote神奇移动的拼搭功能。 Office 365订阅用户已经使用三年了,而Office 2016每次更新都只是为了安全性打普丁,三年内没有加入任何新的功能。 微软为了推动Office 365的订阅,除了故意冷落最容易被盗版的本地安装版本之外,还给Office 365这个产品足够的诚意。 那就是每一个Office 365订阅用户都可以获得1TB的OneDrive网盘空间,以及移动设备Office的完整使用权限。 这两个功能对很多人来说是无法抗拒的。 1TB网盘基本上可以把你所有资料传输到云端,不仅更安全。 OneDrive跨平台的特性,你可以在任何能联网的设备中获取你网盘的内容。 对于那些需要移动办公的人来说,手机平板的Office虽然可以免费从软件商城下载, 但是想使用完整功能必须开通Office 365订阅。 开通订阅后使用OneDrive网盘可以解决不同设备, 不同操作系统之间人件存储调动的问题, 进而让移动设备发挥出生产力。 说完了功能,我们再来看看价格。 微软官网上Office 365个人版订阅价格是398块钱每年, 而Office 2019永久买断需要748元。 不知道你看到这个价格怎么想, 我觉得每年花400块钱还是有点肉痛的。 不过旁边这个498块钱的Office 365家庭版给了我灵感, 可以最多给6个用户使用, 每个人都有BTB的OneDrive空间, 每个人都可以登录舞台设备, 算下来的话每个人每年只需要80个块钱。 不过这里说的是家庭成员, 如果想和有需要的人凑单, 还算数吗? 在微软官网我找到了这样一段描述, 如果想要与朋友或者家庭成员共同订阅, 可以购买家庭版, 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大。 这样做, 唯一的风险就是这个家庭订阅的创建者, 有权限把你拉进来, 也有权限把你移除, 所以要找一个值得新来小伙伴凑单才能比较放心了。 彩蛋时间。 iWork系列备受用户喜爱的时间穿梭功能在Office上终于实现, 只要把文件保存在你的OneDrive网盘上, 原本灰色的自动保存就会开启, 这个时候无论你是软件已崩溃, 还是想找到几天前的已经储存过被覆盖掉的版本, 都可以用这个自动保存来实现这个版本的切换, 厉害了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